永遠在路上的專輯 到時候專輯真的全部出來成為本大德 想請大家 可以聽聽別人的專輯 那聽到現在要剪 他會覺得很可惜 噴 那就 這次去是因為隔了一段期間很久沒跟寶可麗家族的朋友見面 然後滿開心可以吃到好吃的 然後也睡得很好 然後可以見到一些新的設計的包包 其實我滿輕鬆的其實 那最近有講說就是你的專輯好像聽你好像會有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目前的進步大概是 沒有 永遠在路上的專輯 到時候專輯真的全部出來成為本大德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學滿多東西 然後有非常多不確定 所以請大家可以聽聽別人的專輯 所以如果沒有專輯我們就說但是在辦演唱 還看不過我們已經唱了三年 呃 演唱會其實我們有在想著其他的城市 然後也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機會 如果還想看的話到時候再跟大家說去哪裡看 專輯如果是在年底前就有機會有可能的嗎 我也希望真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的東西都卡在那種歌詞 所以我還沒有很反應 所以就完全演酷了這樣 現在演唱演唱會有找到前代當嘉賓啊 那聽到他們現在要解釋會覺得很可惜 噗 天啊 啊真的啊 當然好的音樂作品當然希望越來越多 那就各自付出 如果有機會的話是 是應該要跟他們認真一下 學習一下這個舞曲 台語怎麼可以設計 很有趣 那今天是擺設情人間 那你有抓走過 對 寶格力的財寶 我都忘了今天 重心會放在副佛養的訓練 重點啊 我當然還是希望 作品做出來 對 因為學研已經是蠻熟悉的 那我是一種很喜歡探險個性的人 所以還是希望放在副佛養的訓練 謝謝 謝謝